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有一片奇特而又神秘的区域,那里的山峰异常陡峭,那里的玄关至今未解。 更为奇特的是,有一些山峰就像人灼过一样。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山峰,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 其峰绅士之谜,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澄。 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有一个十分奇特而神秘的区域,叫龙虎山。 那里的山峰虽然不是那种高耸入云的,但是却异常的陡峭, 并且在悬崖峭壁间藏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洞穴。 更为神奇的是,还有一些山峰就像被人工雕琢过一样, 特别像人的脸或者是动物的样貌。 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 这些特殊的地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这些山体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中国大陆东南部,江西省应排是西南二十千米的地方。 有一座当地人称为龙虎山的山头。 这里南靠五一山脉,北临信江河谷平原。 二十多年前,这一带山林茂密,人烟稀少。 1978年的一天,一位渔民经过一个叫鲜水岩的地方, 突然从空中落下一块木板。 捡起木板,抬头向山上望去, 发现头上的悬崖呈现一片诡异的红色。 上面还有着一个个奇怪的洞穴。 洞穴中隐约似乎有着一个个长方形的东西。 这个发现一时间引来了各方面的专家。 在当地药龙的帮助上, 专家依靠绳索进入了其中一个悬崖上的洞穴。 发现洞穴中长方形的东西是一口棺木, 年代至少已经有千年以上。 但是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从洞穴的四壁上没有找到任何人工开凿的痕迹。 也就是说,洞穴是天然形成的。 更让人好奇的是, 在整座近乎垂直的陡壳岩壁上, 竟然分布着多大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洞穴。 好似一张张张开的大嘴。 更为诡异的是, 它们都规律性地呈现水瓶状排列。 进一步地调查发现, 在龙虎山三百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类似的岩壁比比皆是。 它们往往与地面垂直十分陡峭。 而且在这些山峰的形态上, 有着各自不同的奇特外观。 有的似乎傲然孤立, 有的却似乎凭空被劈开一半, 残缺不全。 似乎大自然在创造这片土地的时候, 显得漫不惊心。 为什么龙虎山有着如此独特的奇风怪事? 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 2010年11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副院长 尹伯胜带领的考察队来到了龙虎山。 尹伯胜,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曾经十余次来到龙虎山进行地质考察。 考察队希望能够彻底还原那些遥远的地质年代里,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奇风怪事? 根据当地人的指引, 考察队首先前往当初发现玄关的鲜水岩。 沿着卢西河, 乘船逆流而上, 船在水上飘, 人在画中游, 两岸风光神奇迷离, 令人恍若置身于梦中的世外桃源。 在一处陡峭的绝壁之上, 考察队发现了一位当地的采药人。 这些绝壁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最佳的工作环境, 因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珍贵草药都隐藏在这些险药的山峰之间。 而对于地质工作中, 这些岩层之中却有着无数的疑问, 等待着他们去探究。 尹国圣让船在一处叫丹韶岩的地方停了下来, 爬上陡峭的山壁后, 尹国圣发现这些洞穴都呈现出一种暗红色, 并且地上的石块都非常脆弱, 轻轻一摆就碎裂了。 进一步的分析之后, 尹国圣确认, 这些岩壁上的主要岩石成分是沙岩。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 在中国, 沙岩地区其实很多, 张家界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张家界风铃众多, 几乎无法在岩壁上找到类似的洞穴。 而龙虎山却有着数不尽的大小洞穴, 为什么同时沙岩,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帝王特征呢? 这个帝王特征有点色味, 这个不含, 至少不含那只岩, 我们所谓的岩就是高岩, 这原来是一些碳酸钙物质交接, 这个以沉沿过程的话, 经过了一定的温度作用, 沉洁精了, 沉洁精就把这些碎屑物质交在一起, 就是我们也称为钙质交接, 这个钙质交接是比较明显的。 原来龙虎山的山体结构非常松散, 是由碳酸钙组成的交接物组合而成。 碳酸钙一溶于水, 泥沙更容易被水侵蚀。 和商家界相比, 龙虎山气货湿润, 欲量充沛, 因此是水造就了龙虎山的山壁上的洞穴。 在河岸两旁虽然到处都是高低不同造型迥异的地貌景观, 但是它们却有着一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点, 那就是洞穴兜成水瓶状排链,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专家根据这些穿洞推测, 卢西河的水位在数万年前应该一度达到过今天水面上方三十米的位置。 流水不断对岩壁进行横向的侵蚀, 随着水位逐渐降低, 新一批洞穴也在流水不断冲刷下形成, 最终在这颗岩壁上造就了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横向洞穴。 但是横向洞穴显然并不是龙虎山洞穴唯一的形态, 如果河流冲刷是形成这些横向洞穴的主要原因, 造就龙虎山奇特地貌的还有哪些自然力量呢? 就在安放家族藏的巨大水瓶状洞穴的右方, 尹国胜发现了一条树状洞穴从山顶直戚而下, 这是龙虎山地区最著名的地质奇观之一, 仙女岩。 虽然同属一座山坟, 同一个平面的山壁, 但是却在方向上有着十分大的差异。 河流的冲刷显然不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树状洞穴, 那么造就仙女岩奇特地貌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地球运动产生一种力量, 就是断裂作用, 断裂地质作用, 这是一条大的一个结理, 垂直结理,垂向结理。 这条基理的话, 走向我们可以用螺旁打一打看看, 250多是吧, 就是北溪走向的。 结理通常指的是, 在地球内部作用力下, 地壳发生间歇性的抬升, 岩石内部形成的裂缝。 从高空俯视龙虎山, 这些红色岩壁组成的山峰, 有着统一的圆形平底, 几乎都呈景字分割。 这些景字分割就是地壳台生产生的结理。 这条裂缝的话, 实际上是起了一个控制作用, 对这个洞穴的发跃起一个控制作用。 一个首先切割了岩石, 切割了岩石的南澳地表水, 特别是下雨吧, 这个下雨这个雨水, 它这个就成了一个波落带了。 波落带一个的雨水的话, 通过地表水的冲沙和龙石作用, 就形成了这些洞穴。 专家指出, 除了地壳台生和雨水切割岩石外, 地表水也渗透并储存到沙岩的缝隙中, 对岩水进行进一步的薪水, 这才造就了眼前这百米高的树状洞穴。 专家推测, 也许再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眼前的仙女人会变成两座分立的山峰。 经历了一番考察之后, 这考察队已经确定了, 正是水流创造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洞穴。 然而在龙虎山的深山密林当中, 还隐藏着许多千姿百代的山峰。 据说, 那也有一个叫象鼻山的山峰。 所有到过那的人都说, 它比文明侠尔的桂林象鼻山还要像几分。 那么它到底有多像呢? 要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不妨跟随考察队一起去看个究竟。 考察队在一户村民家进行短暂休整, 聊天中听村民说, 在龙虎山, 有一个叫象鼻山的地方, 山形非常像大象的鼻子。 英国圣的职业敏感告诉他, 那里能够揭开龙虎山奇风怪石的成荫, 便起身带领考察队, 赶往象鼻山。 从仙女岩到象鼻山, 远有一条仅需四十分钟的道路, 但二零一零年六月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将销粮冲毁, 因此大家也不得不再次步行。 一路上英国圣河队员们穿越无数崩塌堆积成的洞穴, 即使对于这些野外经验丰富的地质专家们来说, 穿越这样的地带感觉压力仍很大, 好像头顶的巨石随时都有趴下来的可能。 考察队在黑暗的洞穴中走了将近十分钟, 才见到了出口。 经过专家目测, 这个洞穴长达五百多米。 经过一番跋涉, 考察队终于到达了象鼻山。 象鼻山位于鲜水沿东北面, 这是一座高约两百米左右的巨大岩石, 中间有一个空洞, 使得前端形成一条细长弯曲的象鼻山。 对,对,对,再画上一点, 上一点, 抱一下周边。 北约二十八度零五分四十二点九零秒, 东京一百一十六度五十八分, 零四秒九二点四点二十九秒。 海拔分? 一百一十八米, 我估差是正负八米。 方向是, 是大约是三百三十八度。 那么眼前这座长相奇特的山崖,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有几组结理构成, 首先是观察那个结理, 然后在那个结理控制下的话, 再通过外力作用, 就是风化波石, 还有流水寝石, 特别是崩塌。 象鼻的话, 如果还没有穿洞, 它就形成了一个岩墙, 就通过风化波石, 形成一个小洞, 然后小洞里面再进一步波石, 再通过崩塌这样, 逐步逐步的就形成一个, 大背一个穿洞了, 然后这个海的造型, 就像象鼻山。 根据尹国盛的推测, 象鼻山在平行于象鼻子, 象鼻横断面, 以及象鼻底部的三组结理作用下, 岩层内部形成了几组大小不一的裂缝, 在长期的风化作用和流水侵蚀之后, 裂缝越来越大, 最终造成岩石内部的石块崩塌, 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 或许那些路途中悬在我们头顶的巨大石块, 正是那次崩塌滚落下来的。 在龙虎山, 与象鼻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象形地貌, 还有很多。 这是一座侧面形似仙桃的山峰, 流水侵蚀于石岩石内部形成裂缝, 风化作用后, 岩体崩落到水中, 堆积成莲花转。 乌龟石也是由于崩塌流水侵蚀以及风化波石而形成。 专家对龙虎山地貌进行全面考察后确明, 龙虎山地区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 红色的岩壁, 奇风怪石和大大小小的洞穴正是丹霞地貌的典型特征。 虽然龙虎山所有的地貌景观不尽相同, 但是尹国盛则推测, 这些红色岩层有着共同的物质来源。 那么它们到底来自哪里? 为什么如此容易被外力侵蚀呢? 尹国盛的这一推测到底能不能成立呢? 考察队员对这些包裹在红色沙岩中的碎石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 发现石鹰让专家们兴奋不已, 因为石鹰只能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 这就证明这些红色的沙岩很有可能是火山喷发的时候, 含有大量铁蒙等元素的岩石与氧气充分结合之后形成的。 难道龙虎山地区曾经发生过火山喷发吗? 那么当年的火山口到底在哪里? 这个就是刺民矫正,如果圆度很高的话说明帮运距离远, 然后圆度差就说明帮运距离的话近, 那就说明附近有火山岩, 火山岩通过风化再通过河流帮到这个地方沉积, 这个距离不会太远。 丽岩就是被水流搬运的块状岩石, 一般呈现人润的外温, 但是这些夹杂在红色沙漆中的石块却有着分明的龙角。 专家们因此推测, 这些龙角分明是历时被搬运的距离并不远, 也就是说,当年的火山岩就在附近。 庐西河是唯一一条紫西向东穿越龙虎山的河流。 专家推测,历时很有可能是在庐西河上游形成, 而被搬运到河滩和下游这些岩层当中的。 只要速河而上, 也许就能找到形成龙虎山丹峡地貌物质来源的火山口。 在龙虎山南部十多千米处, 我们找到了一处卢西河的源头, 考察组进入了一个名叫天门山的山坊。 这里瀑布众多水源发达, 为了寻找古代火山口遗迹, 考察队一路向山顶进发。 对于像尹国胜这样的地质工作者来说, 常年都要在野外考察, 而像这样的山峰已经不知翻过了多少座。 在这样的山野密林间, 到处有充滞的危险。 一条被老鹰吃过的蛇的残骸, 清晰可见。 天门山海拔一千一百多米, 一条数十米高的瀑布由山顶直线而下, 在一个平台区考察队稍作停留。 流水冲过的石壁, 十分的湿滑难走, 尹国胜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一块石头前。 这个就是火山岩。 火山岩里面的话, 有很多这种那个斑筋, 就是矿物斑筋。 这些带黄的就是长石, 带有一点油脂光的就是石阴。 这个通过火山作用, 爆发作用啊, 这个斑筋都全部碎裂了, 这个矿物斑筋啊, 就全部碎裂了。 这个呢是碎斑龙岩, 就是矿物组成这个里面的斑筋, 它的机制的话, 全部是龙浆, 就是玻璃制的。 所以碎斑龙岩啊, 这样的话, 它就应该是火山口, 通过火山口也流出来的。 这个是... 这一发现让尹国胜异常兴奋, 同时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并没有错。 这是火山喷发时巨大的爆发力, 形成的碎斑龙岩。 这是一种只出现在古代火山口附近的特殊岩石, 这说明, 考察队正在一步步接近古火山口。 此时山顶已被淹没在蒙雾中。 行进中, 年轻的科考队员气还满, 突然从一个巨石后叫了起来。 拉着来看看啊, 小心点, 小心啊。 远远看去, 它显得十分兴奋, 谁也不知道它手里面的究竟是什么。 拉到那个藤, 对对, 您有一个重要发现, 到下面来注意一下啊。 这有一些是涉及龙江, 这个就是典型的硫纹岩。 硫纹岩是火山岩里面的一种, 就叫双性火山岩。 双性火山岩的话, 它爆出以后, 这种的是流动构造, 产生这种, 它不是一条带, 你看一条一条的, 这一条一条的, 一溜一溜一溼一溼的, 这就是叫硫纹构造。 这个是一个转石, 如果在岩石里面的话, 可以碰到它, 整个这个岩浆流动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硫纹构造, 这个硫纹都比较大, 比较大的话, 这个也更接近这个火山口这个位置。 这个带回去, 做进行研究。 典型的标本的。 对,典型标本。 紧接着, 切海满又发现了一块聚金。 矿物晶体是高温条件下形成, 越接近火山口, 温度就越高, 结晶时间也就越充分, 因此矿物晶体就越大。 聚金的出现说明火山口就在附近。 但是由于古火山口遗迹, 经过长期风化波时, 要想找到火山口的确切位置, 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刘文言以及班晶的出现, 已经让考察队最终确认。 在天门山中, 肯定存在古代火山口遗迹。 这场火山喷发带来的地下岩浆, 正是构成龙虎山丹霞的物质来源。 地质专家将这些踩自火山口附近的岩石带回实验室。 同位速度测研后, 最终确认, 在大概一亿两千多万年前, 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剧烈的火山喷发事件。 讨查至此, 龙虎山丹霞的成因真相, 终于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一亿多年前, 龙虎山一带的大地忽然开始探战。 地消下一股股能量, 汇聚成熔岩冲出地面。 沉睡的大地被骤然警醒, 随波逐流的熔岩夹杂着碎屑顺势而下。 这些熔岩冷却后形成的岩石, 随着水流不停地往地势较低的盆地中心摆运。 经过千万年的堆积, 沉积下来的红色土层与岩石混合, 在压力作用下形成厚厚的沉积层。 在此后数千万年的漫长地质年代里, 龙虎山一带多次受地桥排升的影响, 新疆盆地发生不均衡隆起, 堆积在盆地中的红色沙地盆, 最终形成了高爽的山峰。 此后风和水不断对这片松散的岩层进食, 最终呈现出淋漓的奇风怪石, 以及遍布洞穴的赤壁丹雅。 2010年8月1日, 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中国丹霞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物。 龙虎山作为老年期丹霞的典型代表, 也被纳入其中。 地质考察为人类还原了一亿两千万年以来, 新疆盆地的地球历史, 包括古地理环境变迁, 古气候变化的历史, 更为研究地球的演化过程当中的重大地质事件, 提供了有力的作成。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座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里, 却奇怪地生活着各类海洋生物。 一群世界顶尖的科考专家, 历尽险阻, 将揭开神秘贝加尔湖的成因之谜。 在科考的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哪些显为人知的事情?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 巨湖天城。